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 今天再讲讲艺主曹丕 在建兴四年 也就是公元226年 当时他已经做了七年皇帝 大家都记得 曹丕是先不先娶了恩氏做夫人 恩氏是袁绍第二子袁禧的妻子 是当年公婆业城的时候得他的 后来恩氏生了个儿子 就改个名字叫做阿瑞曹与 自袁仲 他自小就很聪明 曹丕是极之喜欢他的 在后呢 曹丕又拿了郭永的女儿做贵妃 这个郭贵妃美貌非常漂亮到十五声下的 所以他父亲曾经夸口说过 我女儿是女中之王 故事就号称女王 自从曹丕取贵妃之后 恩氏夫人就失宠了 当然了 得身忘旧 失宠还不算 还有更糟 那个郭贵妃呢 她是想做皇后 找她宠爱的大臣张韬来商量 当时曹丕有病 张韬就帮郭贵妃出述了 她是对曹丕说 在恩夫人的宫室里面 挖到个木头公仔 上面是写着皇上出生年月日时的 无限恩夫人用妖术来暗害皇上 曹丕就叫他 这刻刺恩夫人死 死也要上次的 说来好听 要她自杀 然后立了郭贵妃做皇后 但是 郭贵妃一直都没有儿子生 就把曹丕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养 就说由于这样的情况 曹丕虽然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儿子 但是呢 都没有立她做自己的继承人 到了这一年 就是公元226年 曹丕已经是15岁 他骑马射箭学得很熟练 当年的二月 曹丕就带曹蕊出去打猎 有一天 他就来到一个山坑 好惨 人们把两只鹿趕出来了 一只是鹿鱼 一只是鹿仔 曹丕一剪就射下鹿鱼 他回头一望 只见鹿仔就在曹蕊匹马面前 跑下跑下 曹丕大声叫他 他就说 儿子你为什么还不射他 曹丕就哭上来说 陛下已经杀了他老母 神还怎么忍心再杀他的儿子呢 哎呀 你一句相关说话说得真好啊 曹丕一听 他说 他说 儿子你真是个人得的主公啊 于是就封曹蕊做了平原王了 到了这一年的五月 曹丕就得了寒病 怎么医都不好 有一天 他就召中军大将军曹真 镇军大将军陈群 虎军大将军司马尔三个人 进来寻宫 跟着曹丕又叫曹蕊来 指着儿子对曹真他们三个人说 朕的病 已经很沉重 医不好的了 这个儿子年多小啊 你们三个人 要好好地辅助他 不要辜负朕的希望啊 哦 陛下 为什么说这些说话呢 神等必定揭力侍奉陛下 直至千秋万岁啊 唉 今年 许昌城门 无缘无故地 就自己崩塌了 这个是 不祥的笑头来啊 故此啊 朕自己知道 就死了 正在说 事臣品咒说 精东大将军曹丘入宫来请安 曹丕就召他进来 他说 各位爱卿 都是国家栋梁之神 你们如果能够 同心尽力 来辅助朕的儿子 那朕死了 亦眼闭咒 说完 一眉上眼 那些眼泪一滴一滴滴流出来 就断气死了 曹丕死的时候是四十岁 在位七年 于是曹真 陈群 朗做司徒 陈群做司空 司马尔做嫖妓大将军 其余的民武官员都各有风陣 同时就大赦天下 但是 当时 雍州和梁州因为缺乏合适的人在镇守 司马尔上了一份表彰 请求他守这两个州 曹瑞同意了 封司马尔提督雍梁二州等地兵马 司马尔领了圣旨就去了 雍州的州城是长安 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 他所管核的地方相当于今天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的一部分 梁州的州城是在今天甘肃省武威远 所管核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甘肃 宁夏 青海 内蒙古的一部分地方 这两个州是在熟国的北方来的 熟国的间谍探听到北魏的情况 就非快报告给孔明知道 孔明吃了一惊 他说 曹瑞死了 曹瑞这个年轻人职位 其他的事都不足为累 唯独是司马尔这个人心有谋略 现在由他总督雍梁二州的兵马 如果让他训练成功 一定是我们熟国的大患 不如起兵去打他先为好了 参军马叔就建议说 现在丞相正说平南回来没多久 兵马都疲乏了 应该休静一段时间 不适宜再去远征了 末将有一条计策 可以使得司马尔自自然而会死在曹瑞的手上 就是不知道丞相肯不肯采纳呢 是什么计策呢 丞相 司马尔虽然是魏国的大臣 不过曹瑞一向都很遗忌他 我们可以暗中派人去洛阳 业运这些地方 山坡谣言 说司马尔想造反 同时用司马尔的名义 发表告示天下的榜文 拿去各地张贴 使得曹瑞更加疑心他 就必定会杀他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呢 孔明同意 派人秘密地执行这个计划 好了 有一天 在业城的城门 忽然贴了一张告示 守门官揭了下来 哇不得了啊 立即送他稳咒曹瑞 这个告示是什么内容呢 原来是司马尔号召推翻曹瑞 另立皇宿曹席做新皇帝 说这是太祖母皇帝曹操的本意 还宣称要起兵来威胁 曹瑞看完这张告示嚇到大惊失色 我立即问那帮大臣怎么做好 太偉话音的稳咒说 皇上呀 司马尔当日上表 请求他守雍州梁州 只是为了谋反的 以前太祖母皇帝 曾经对神说过 说司马尔相眼好像柴狼那样 非常之凶险 不能够交兵权给他的 今天他要谋反的心思已经摆到明了 皇上要快点杀了他才好 皇朗亦都稳咒说了 太偉说得对啊 司马尔此人心明韬略 善晓兵姬 素来也有很大野心 若果不及早铲除他 日后必定会是祸患来的 曹瑞听见两个大臣都是这么说 真是想起兵御驾亲征 他正是要下圣旨的时候 大将军曹真出班啟就说 皇上不要这样做 当日文皇帝临终 托孤于神等几个人 就说明知道司马尔相的心是不会背叛的 现在 正是凭着一张告示 又不知道事情的真假 就突然起兵去讨伐他 那就是逼他作反的 或者这件事是熟过不过的间谍搞的反间计呢 或者他们是想用这样的诡计 使得我们军神之间互相乱起上来 他们就承虚尽功 这也说不定 请陛下明察 曹瑞说 司马尔如果真的要谋反 那又怎样 曹真说 如果陛下疑心 就可以仿照古时汉高祖 假装巡游云梦的办法 御驾亲自去安邀巡视 司马尔一定要来迎接 到时看他动静是怎样 必要的时候 当场捉起他就可以了 曹瑞听曹真说 就任命曹真做监国 把国家的大政交给他来负责 自己率领十万名御林军出发去安邀 安邀是处于陕西 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 在今天山西夏苑的北部 先说曹真所说的汉高祖 假装巡游云梦是一回什么事呢 是这样的 当年汉高祖刘邦 他又怀疑他的大将 楚王韩迅谋反 就用了陈平的计策 假装去云梦的地方巡游 就骗韩迅出来迎接 当场逮捕了韩迅 曹真就是劝曹瑞 如果一定要杀司马尔 就用这个办法最妥当 是这样的了 司马尔远在西北边疆 一点都不知道快要有杀身之禍 这一日 他接到报告说皇帝要来巡游 就很想在皇帝面前 显示一下他军队的威严 就整顿好兵马 率领几万名铁甲军去迎接皇帝 他说皇帝遇驾亲自来到了 就趕快在老鼠上跪下欢迎 谁知道来到的不是皇帝 而是曹丘 曹丘看到司马尔就责问他 还答 你接受了先帝托乌的重任 因此要做法 哇 一句说话千斤重 当堂嚇到司马尔大惊失色 啪啪声通身流汗 问一下敢说是什么意思 曹丘又将发言告示的事情 告诉他 司马尔就说 这个是吴国淑国那些奸细搞的反奸计来的 他们不过是想使得我们军神不和 自相残害 他们就承虚来襲击 等我亲自去见皇上稟就明白了 司马尔急忙命令兵马退走 自己就走到曹丘坐车前面 跪在地上来 没开声就流眼泪 他说 神接受先帝托乌之重 怎敢说有谋反之心呢 这些必然是吴国淑国的奸计 请陛下准许神率领一支军队 善破西属 后佛东吴 来报答先帝和陛下 以表明神的一片忠心 曹瑞听了猶疑不决 话音品就说 陛下 不要让他掌握兵权 还是将他罢官送他回乡 拥打了 曹瑞听话音的意见 将司马尔削迹回乡 任命曹丘代替他来总督庸梁二周兵马 处理完司马尔之后 曹瑞就摆架回洛阳 这事就不说他了 这件事 自然有熟国的间谍探听到 立即回去报告朱国梁 朱国梁听 哎呀 欢喜得不得了 他说 我想去攻打魏国很久了 无奈司马尔中督雍梁二周的兵马 使我难以实行不乏 现在他们已经中计 司马尔被贬 削迹回乡 哈哈哈哈 我就没了顾虑了 翌日 刘禅登殿早朝 所有文武官员都排班事后 孔明出班去呈上一道出诗表 出诗表 是历史上一篇很有名的奏章 亦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文章 在这书里不怕啰嗦 我说多几句 所谓表 就是奏章 封建社会 臣子对君主 陈述事理的一种民体 出诗表 就是朱国梁他亲自统书大军 要向北方进兵 准备攻打魏国的时候 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 奏章一开笔 就由先帝创业未叛 中道崩草 今天下三分 亦周疲弊 此成危急全亡之秋也 说起 说形勢 说要继承先主留给未完成的事业 统一中国 接下来 就对刘禅提出三条政治建议 第一 就要将先帝开张盛听 善于接受意见 肯听人说话的高贵品质 发扬光大 第二 要执法公平 尚佛分明 第三 要亲近延良忠臣 而疏远小人 同时 开列了一批文武延臣的名单 请后主亲而顺之 接下来 诸葛亮又追述两件往事 一件是说二十一年前 先帝留给三顾草劳 自己答应出来为先帝效力的经过 另一件是说在第二年 留给在当阳长板大败 自己在危难之中承受重任 紧接着再讲述自己接受任命以来 敬敬业业 惨淡经营的苦心 最后就讲清楚几位大臣的职责 同时提请后主 也要深明自身的重大责任 这里奏章就写得好 只也极不容易写得好 留禅是个懦弱无能的君主 朱葛亮现在要带兵远征 自然有后顾之忧 好比父母要去远方 暂时要等我儿子当家 临别之前 免不了要叮嘱一番一样 不过是这样 你朱葛亮虽然是父辈 不竟人家是皇帝 你是个臣子 故此说话就不能够用教训的口吻 忠言是要说话 但是不能够逆耳 否则说话也没用 所以这篇奏章就难写 朱葛亮也写得极好 他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 言辞巧妙 叫陈述得体 大家看看 全篇奏章 不过六百多七百字 他在十三处地方提及先帝 意思就是要留禅 牢牢牢记住先帝未完成的伟大事业 另外 朱葛亮又从自己亲身经历和感情说起 用自己为国亡我的满康忠贞 激励后主 希望他奋法逃强 他处处都深切地表示出要报答先帝 而终于留闪 大家说了 对于这样一位赤膽忠心的臣子的规劝 怎么能够不听呢 还有 朱葛亮在这篇短短的奏章里面 又有七次提及陛下的 处处都是从陛下的帝王事业 威妄声誉着想的 这篇奏章这样的写法 真的可以说得是忠言不逆意的文章典范 正所谓出诗一表真名誓 千载谁陷百中奸 好了 刘禅看完孔明出诗表 他就说 尚赴去南征力尽艰难 刚刚才回到都城 将椅都未曾坐得暖 现在又想进行北征了 恐怕过分劳累精神了 陛下 先帝临终的时候 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神 一直以来 神一时一刻都不敢疏懒 目前南方已经平定 无奈顾之忧了 不趁着这个时候去讨伐逆策 恢复中原 更待何时何日呢 太史潮州出班啟就说 陛下 神耶观天象 看见到北方的气势正是旺盛 成熟非常明亮 因此是未到北伐的时候 轻偶 尚 尚 你很懂天文 为什么要勉强去北伐 孔明说 天道是经常变化 不能够用固定的眼光来看他 我现在先将兵马驻扎在汉中 观察一下动静 然后进行北伐 潮州苦苦地劝孔明不要出兵 孔明始终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于是孔明就留下 博尤之 董允被医做侍中 总管公中的事情 又留下向宠做大长 总督御林军马 长远做参军 张瑞做长使 就掌管丞相府的工作 杜瓊做奸以大夫 杜瓁杨洪做尚书 孟光来敏做祭酒 尹默 李赞做博士 郁静 秘师做秘书 潮州做太使 以及内外文武官员百多人 共同管理属国的政务 孔明接受了刘瓷杨派的命令之后 就回到丞相府点仗了 这趟北伐是振庸强大 非同小可 前督部魏燕 前军都督张逸 衙门长黄平 后军领兵士李辉 副长呂尔 兼管雲良 左军领兵士马代 副长廖化 右军领兵士马忠张仪 行中军师刘炎 中监军邓之 中参军马叔 前将军袁林 左将军吴乙 右将军高强 后将军吴班 领长士杨仪 前将军刘巴 前户军许韵 左户军丁咸 右户军刘敏 后户军官庸 行参军胡仔 严眼 串杂 道义 道企 姓背 从事 范棋 典军书记 范健 丞相令氏董军 董军 将前左户为氏 惯兴 右户为氏 将包 以上所有官员 都跟随平北大都督 丞相 无乡后 领益周目 之内外氏 诸葛亮 一同出征 孔明这个咸头 都够多够长了 又颁发命令通知李炎等人镇守村口防备东吴的入侵 责定建兴五年 即是公元227年3月 秉仁一出师 北伐魏国 忽然间在中军杖下 有一位老将 顿顿声 走入来大声地说 我虽然年纪老迈 都还有年婆之勇 马元之雄 这两位古人都不服老 成相今天 为什么不用我 大家一看 原来是赵云 孔明就说 我平南之后 回到来都城 马马起已病死 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就好像断了一只手臂 今天将军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如果稍微有些差池 就损害将军一世的英明 也挫折了我们属国的锐气了 我自从跟随先帝以来 从来都是临阵不退 遇敌争先的 大丈夫 能够死在疆场 是好彩素 我有什么遗憾 我怨到前部闲锋 孔明再三苦苦劝他都不听 照文说 如果不让我做先锋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来 那么好了 将军既然要做先锋 需要有个人和去以得 孔明说又未了 有个人应住话 末将虽然能力薄弱 愿意协助老将军 先行带领一支军队去破敌 孔明一看乃是邓之 是很高兴 拨五千征兵 拨五千征兵十元副长 跟随赵云邓之先行出发 到了丙人日 孔明出师了 当日后主流闪率领文武八官 和孔明送灭 一直送到北门以外十里 孔明辞别了后主 统出着浩浩荡荡的军队 真是正奇闭矢 苛激如淋 向着汉中进发 各位 这一次 但是孔明第一次进行北伐 这一年孔明是46岁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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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